那么现前这个社会 灾难度 灾难度 邪射就横行 佛门的术语叫 邪尸说法如恒或啥 这个邪尸就代表 与信得完全相违背 邪射里的最大的邪射 就是说 某法师 某居士 是什么佛在来的 什么菩萨在来的 要来救世的 佛菩萨来不来救世 来 怎么我不知道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全是胡遭遥言 道听图书 不负责任在宣传 没有智慧的人 他就相信了 遇传远古 佛门自古有一个规矩 身份佛路啊 马上就走了 不再住世了 那是真的 身份佛路还住在这个世间 是假的 你决定不要相信 没有身份佛路还住在世间 一个月差不多 应光大师当年在室 有一个小朋友 做梦的时候 梦到观世音菩萨 告诉他 应光法师是大师之菩萨再来的 他的家人带他到菩萨上 把这个事情告诉应光大师 应光法大师把他筹骂一顿 以后再说这个话 不准你再见 一口否定 胡遭遥隐 做梦 能相信吗 梦话 鬼话 这不能相信 这不是实在的 世界各地方来传言 鬼话很多 妖魔鬼怪传的信息 你是个什么生分 真正 孝亲尊私 种道的人 可能有佛菩萨 传信息 他得到信息之后 他会一句话都不说 他不会到处宣传 只有他知道 不会有别人知道 传递这个信息 到处去宣传 这叫妖言惑众 这是国家法律 都不许可 我们常常收到这个信息 我不拒绝 我还希望他来建物 为什么 我告诉他了 要老实念福 脑子里都不要有这些东西 你才能往生 脑子里有这些东西 你决定不能往生 为什么 他障碍你 他把你的清净心破坏了 把你的平等心破坏掉了 那这就是什么人的传呢 妖魔鬼怪来传言 不是真的佛菩萨 妖魔鬼怪 冒充佛菩萨的很多 你不认识 你上当了 你还提到宣传 这种宣传是破坏佛法 是灭阵法 不是好死心 我还没想到 那就带我去 这种宣传是破坏佛的 是不认识的 你不看